I live inside my own world of make-believe Kids screaming in the cradle's profanities I see the world through ice covered in ink and bleach Cross out the ones who help my cries and watch me weep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又是一期超大型的购物分享 我数了一下大大小小有30多件单品 基本上都是前段时间快递一直没有发 然后一直买买买买买都忘了 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慢慢看下去吧 另外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区给我这些单品们打个分 从1到5吧 因为我发现每次我觉得比较平淡的单品 好像大家更喜欢一些 先从上一期没讲完的外套开始吧 首先是这一件上一秒刚到的麻布西装外套 它的价格是241 是我今年最爱的这种翻柏林的款式 它的颜色是一个很百搭的燕麦色 版型休闲宽松 最大的特色是内里别的两条织带 扣到对面的扣子上就很有设计感 另外它的袖口翻折出来是条纹的拼接 袖子卷出来时会比较随性扬起 面料是双层的棉麻 比一般的棉麻外套有型且不易皱 但是相较于普通的西装面料抗皱性还是差一些 第四件也是刚刚到的灯芯绒面料 拆开的时候我是惊喜的 因为它的面料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价格才168 版型是有点X型的偏修身 剪到这里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那里几度了 身在广东的我现在看到灯芯绒外套 感觉都要中暑了 这一件不仅面料好 扣子也是我很喜欢的 版型还不错 如果你们需要厚一点的外套 不妨可以去试一下 做工和细节都还不错 第五件是一个拼色的牛仔外套 价格是269 它这个不是纯白色 是有一点点浅蓝在里面的 背后是这个样子的 我还以为把它放在上期外套合机里了 就奇怪为什么开头的面数没了 那就呼吁没有看过外套合机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吧 这件宽松的牛仔 前面有两个超大的工装风口袋 面料柔软 第六件是这个驼色的风衣或者说风衣裙 它的价格是165 面料是这种工装布料 这件是我去年秋天买的 但是一直比较宝贝 就拿出来说了 整体是适合我158的 高个子穿起来会更散 各处的剪裁都很契合我的身材 包括腰线也是高的 相比于这个价格 用料真的很大方 腰部的掐折做得很重工 赞 扭扣和腰带扣都是同色的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料子一点也不易重 接下来是三条裙子 首先是这个黑底白花的裙子 这边是一个假的花边V零 中间有一个抽绳 然后下面是不对称的一个下巴 这一件是宽松款式 走的休闲风 也可以把腰间的抽绳拉得更紧一些 变成一条A字的仙女裙 我的是M码的 果不其然还是偏大了 作为内搭的话 它的花色就很大气 不规则下摆 静闲小心机 花朵我觉得也不会太密集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条是非常少女的蜜桃粉色 背后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一个A字的下巴 它是棉和亚麻的混纺 比常见的工装布料要更软更轻敷 又能保持阔形 袖子设计很遮肉 背后是松紧加掐折 很好的做出了蓬蓬群的少女感 这个松紧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摆设 除非比我多个二三十斤吧 但是却把后背修饰得很平直 第三个是这个拼接PU的长裙 它真的好好看 这边还有一条皮质的腰带 不过鉴于它的长度 我还在考虑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模特穿起来竟然知道小腿度 你说气不气 还有一点就是白色容易脏 这种人棉材质更容易粘脏东西 版型和款式就是肉眼可见的美啊 你们说留不留 颜色不是冷白是米色的 拼接的PU和纽扣腰带都是前卡其色的 这两颜色和材质的碰撞 就是温柔中又带着杀气 接下来是两件真枝短袖 首先就有我现在身上这个脸橘色的 它的价格是169 我觉得是一件对身材包容性还挺高的一件短袖 过年长胖后我的手臂上肉肉真的多了很多 它虽然是针织的 但不是贴身的款式 把肉都遮下去了 就很适合上身偏胖的女生 同时V0又显锁骨 修饰肩颈线条 同款有一个清新的薄荷绿色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白色的这一件价格是79 因为它的肩部做的特别短 肩宽的姐妹不要买 一定会很显胖 面料也比较紧身 所以如果这边手臂有白白肉的朋友 也不要去入 但是如果你的上半身偏瘦 而且没胸的话 穿它一定绝对很有气质 我穿上就是一个显状的典礼吧 配上这套裤子就更妙了 这件上衣真的给了我去练天鹅臂的动力 奈何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 你看看人家店主穿出来的感觉 另外它的面料是很有弹性 比较厚实的针织 麻花样式做的很好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接下来是三件打底 这一件上次出现过也有不少朋友看上了 但是它的袖子是这个样子的 正常人的手怀只会到这个位置 就有点偏长比较拖沓 版型和长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领子是中高领 我会折下来一截 上一次作为上衣 它在牛仔裙里面 作为内搭 它放在T恤里面也是很OK的 面料比较特殊 印花效果不错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件也挺特别的 而且它的面料就比我想象中的好 价格是139 同款还有一个黑色 完全景深的一个款式 而且我买的是M码的 建议大家也可以买大一码 这种非常有设计感 质感又不错的打底 完全可以外穿 或者作为连衣裙背带裤 极简风外套的内搭 成为亮点出现 同款的黑色也不错 还有就是这个需要等待的预售款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一件是每次出镜必有朋友问的 价格是39 之所以没有把它放进内搭和期 那一期是因为 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挺一般的 穿久了会拉长变形 这整件衣服都已经是变形过的样子了 不过我也确实是爱穿它 因为它颜色真的好看 因为比较薄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外穿的 领子是个比较长的堆堆领 袖子下摆都有波浪花边 早春可以搭在T恤或者连衣裙里面 Vlog里面的这件内搭也是它 接下来是五件衬衫 白色必备款的价格是158 很垂坠顺滑的一件 不过它的长度稍微有一点长 如果你再找一件质感和垂感 都还不错的白衬衫 这一件确实可以考虑 单穿和内搭都很优雅 面料是微透的天丝清凉顺滑 因为它的版型是宽松休闲 稍微有一点落肩 夏天作为防晒衣 敞开穿再打个结就很好看 扣子是隐形的小贝壳扣细节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香槟色同安斯的这一件价格是179 它有一个小肩领 整体的上身效果确实不错 袖子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长 西装外套一一多穿里面 就有不少朋友看上了它 内搭西装的时候可以多截一颗扣子 把小肩领展开 是不是更帅气了呢 同安斯不比其他丝制的 它不是很服贴 会有一种假性古包的现象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鲍纹衬衫虽然一直无人问津 不过我觉得它是我买过的 这么多鲍纹衬衫里面 最百搭的 价格是69 这件的版型就是肉眼可见的美好啊 材质也是很随性飘逸的 搭卡其色就再合适不过 想要低调一些 敞开穿微微露出两条衣巾 也是很加分的 百搭到连粉色西装都不突兀哦 面料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一件是这个黑色刺绣款的 它的价格是99 表面有一点是那种网面的感觉 所以挺有光泽感的 这边是一个灯笼袖 扣子最高就寄到这里 上面没有了 这一件搭配老爹裤和球鞋 真的很disco 两边的刺绣也显得很模型 这灯笼袖我真的是爱了 长度又刚刚好 不过它的面料稍微比较厚 或许也可以敞开穿 搭配吊带小背心 有一说一 红色的扣子 把整件衣服的格调和质感 拉高了很多呢 前面还露了一个 针织开衫没有讲 它的价格是135 面料是那种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 毛茸茸的感觉 它是个V领黄绿配色 宽松短款 前面有两个口袋 放在春秋 真的是一件很温暖轻浮的开衫 穿上就不愿意脱下的那种 我这里虽然大中午穿短袖 早晚起风还是很爱它的 面料很厚实 夏天不可能穿 不会掉毛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吧 两条牛仔裤都很有设计感 来自同一家店铺 装蓝色带白色暗星的这一条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难驾驭 直童版型 马术案正常买就好了 长度还挺友好的 两条裤子的包囤效果都很好 穿上囤形会好看许多 腰身也很合适 它会更适合酷酷的女生 但上期视频那一件 泡泡袖短上衣也很好看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眼 浅蓝色带毛虚条的这一件 我倒是很喜欢 不过尺码买小了 还是得退回去 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也建议大家买大一码 可以看到我按平时的S码买 真的小了 活动也很不方便 搭这一件针织 是我最爱的一个look 可能没有其他的植档裤 那么遮肉显瘦 是完全的把肉展览出来 但这种帅性的feel我还挺喜欢的 另外这个浅蓝色也很好看 做工棒棒的 毛虚边的风线一看就不容易凸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紫色格纹半裙的价格是133 这边是带有抽绳的 抽绳不要拉得太上面 是休闲的格纹半裙 往上拉紧一些 是我身上这种包臀效果 行走的时候会有一个自然的开叉 颜色款式也比较抢眼 可以搭素色一点的上衣 细节做工不错哦 它是没有内衬的单层布料 腰围都有来说稍微有些大 绿色皮质半裙的价格是49 背后的拉链是这个样子的 不得不说它的皮质光泽确实好看 版型也不错 整体性价比很高 不是非常硬挺的皮质 软软的很贴合身材 同款还有一个很好看的湖蓝色 和日常的黑色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内里有一层薄薄的内衬 小线头比较多 第二件是这个黑色短款的西装外套 它的价格是249 像我们这种小个子 穿戴垫间的西装外套 只要长度稍微过长 或者过于宽松 就会像穿了大人的衣服一样 这一件因为它是短款的 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很利落干练的一件西装 版型还不错 肩部做的比较宽 面料比一般的西装要轻薄一些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短款 搭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店铺的 小姐搭了几套 都是有点帅性酷酷的感觉 第三件是这个 黑白格纹的西装外套 它的价格是240 这一看会有一点厚实 但是其实春秋来穿厚度刚刚好 这一件上身是略微有点修身的 但不是死板的职业风 加上格纹元素就会比较复古 日常会比纯黑的西装更好搭配一些 它的面料里面含棉 对于马上要入下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比较厚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是一些T恤和鞋子 我今天发现米黄色的T恤会比白色的还百搭 所以买了一个长款的和一个短款的 长款的这一件版型很完美 非常显瘦 该遮的肉肉通通遮掉 面料也很好 这个价格真的性价比超高 短款的就是外套合集里面的那一搭 虽然图案好看 简约百搭 但是不够遮容 袖子的感觉有一点奇怪 另外这一件的价格也偏高 细节面料 大家可以看一眼 黄色的这一件去年有很多朋友喜欢 我看它还在架上 价格是79 我这里是没有色差的 颜色真的很复古有没有 卖家绣搭一条米色的直筒阔腿裤 精致的小皮带 帅气的木勒鞋 就很法式复古 版型也好看 虽然比较修身 但是藏肉的效果很好 蓝色字母的这一件 价格是109 就比较简约大气风 蓝色的这一件和米色修身款 是一个店铺的 这两件的袖子都有一些奇怪 版型也不是很遮肉 不过图案确实都挺简约大气的 面料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超短款的一件白T 价格是89 因为这张图入的坑 它是超短款的 有一点透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本来红蓝配色以为会是一个惊喜 最近你们的采雷概率怎么样呢 好奇你们开学或者返工了没 我真的迫不及待想出去捋个油 看样子至少要再过两个月 才能安心出门吧 2020都过了四分之一了呢 银河甜心的这一件就很复古 价格是79 同家店铺我还买了一个 黑色的不想长大 这一件的价格是69 这两件也都是版型好 加设计有趣 挺宝藏的 银河甜心的配色就很经典啊 图案的位置也适中 好看的 不想长大的配纹就更可爱了 黑白配色搭白裤子超惊喜的 刚到就成了目前最爱穿的一件 细节大家可以评一评 最后是两双球鞋 米白色的这一双 每次穿都有不少朋友问 不过它真的是很白带的一款 价格是99 有一说一 它的鞋型真的好看 颜色存在感低 好搭配 尤其是春夏 我们的衣服饱和度都比较低的时候 能用上它的概率就更高了 大致的细节就是这样 已经穿了很久了 可能颜色有点变脏了 舒适度还是很可以的 黑色的是最近刚刚到手的 它也是一双厚底的老爹鞋 预测也是挺百搭的 老爹鞋我买的比较少 对鞋型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只知道鞋子大一点 腿会显得更瘦一些 没想到上期视频出来以后 大家还挺喜欢它的 舒适度可以 鞋满OK 可以正常买 透气性当然不如正经的网面球鞋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视频 不妨帮我三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